大家好 欢迎回到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聊王健林和万达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风暴里面 最后是独善其身 能够迎来生机呢 还是和其他大佬一样 像皮带哥 恒大集团 最后死瞧瞧 情况十分的不乐观 上一期我聊了经济本身的因素 这一期聊聊政治因素 王健林啊 作为中国曾经的首富 作为当过军人的 这么一个转型成功的企业家 大风大浪都见过 但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候 貌似他也有意无意的 没有把控好 比如说大连万达上市的这个事情 很多人赚了很多的钱 听过我们红色赌盘系列解读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当年我们对大连万达上市的时候 涉及的几大家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我的报道啊 甚至指出了纽约时报当年获得普利策奖的 那个报道里面的错误之处 就是他们把贾家 贾庆林家的王手 这个白手套 安到了温家宝身上 大家看这个图 贾庆林 温家宝 新近平王兆国 四个正国籍 他的家人啊 都参与了大连万达上市前的突击入股 这种突击入股就是我上次节目里面说的 不是搞风险投资 这叫无风险投资 马上就上市了 你入股 他马上就能涨 那你怎么叫有风险呢 没风险 叫无风险投资 这里面 大家看左上角 这个金仪 2009年获得了价值2.5亿美元的万达股份 这个事啊 纽约时报把它寄到了温家宝身上 但实际上金仪啊 是贾庆林家族的人 李伯潭的好友的老婆 应该这么讲 李伯潭的好友的老婆 我们的节目里都已经披露过了 那么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啊 还转发了我们的推特 对自己以前的报道啊 也产生了一些质疑 那今天不讲温家宝 也不讲贾庆林了 就讲讲王健林 大连万达上市的时候 他一定用这个机会啊 给各大家族输选 其中习主席的姐姐七乔巧 和他的姐夫邓家贵 他们当年啊 也是赚了大钱的 但是这不就是后来 习主席登顶了吗 登顶以后 习主席坦率的讲 那还是要真反腐 反腐从身边人反起 据说啊 当时习主席召开自己的家族 开了个家族内部会 做生意的不要做了 配合我一下 不要再做生意了啊 历史问题啊 都自己解清楚啊 这样习主席才能动手去干别人 是不是啊 那这个时候啊 齐巧巧和邓家贵的资产 怎么处理的 外界只有猜 没有人知道 到底怎么样 都是在传言 但问题的关键是 王健林啊 亲口把这个故事啊 讲了出来 2015年的时候 王健林到哈佛大学演讲 那时候各路土豪都以到哈佛大学演讲啊 为荣 包括王健林 包括海航的那个陈峰 实际上都是一些中国的学生会 组织一些中国学生来听 老外啊 对这种来炫富的演讲 人家通常不感冒啊 所以啊 他还有那个吴小辉 都到哈佛大学去演讲过 老王啊 也不能免这个俗 非得来美国哈佛大学演讲 他确实来了 但问题的关键是 当记者提问说 听说习近平的姐姐姐夫 控股的公司 曾经入股你们底下的万达商业地产 并且通过上市赚了大钱 你能证实一下吗 哎呀 老王啊 千不该万不该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咋想的 他在哈佛面对外国记者 他亲口承认了 他亲口承认了 他说啊 齐小小和邓家贵 在万达上市前两个月 就已经把万达的股票 全部转让了 而且说 邓家贵先生 是牺牲了巨大利益的 齐小小和邓家贵 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 这个近人皆知 虽然 老王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不敢提习近平三个字 但你说承认 齐小小和邓家贵 是你们的股东 那这个事不就 不就坐实了吗 不就坐实了吗 那这个事情 在海内外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习主席 2014年上台 才刚刚一年 刚刚一年 你就对外媒这么讲 傅财德啊 当年这个美国之音的 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 他们如获至宝啊 但后来 这些纽约时报的记者 可不是吃素的 你不是他卖了吗 我们接着查 工商局的资料里面 写得很清楚 邓家贵和乔乔乔 2014年12元 就已经没有万达的股票了 但是他给谁了呢 他们提前一年 2013年的10月份 他们就把自己的万达的股权啊 转让给了他 公司底下的一个职工 叫徐再生 哎呀 你说这个职工和他 啥关系啊 能把这么几十亿美金的 生涯转给他 啊 那你这么讲 让大家根据 这个 在工商局查到的资料 根据大家对中国商业利益 惯常操作的一些 一些常识性的理解 大家就知道 你们这是找人代持 啊 那个徐再生就是代持 你们仍然是大连万达的股东 啊 所以王建林就把这事做实了 哎 纽约时报又发表了评论 啊 就这个事情啊 又在说三道四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的让老大 感到非常的难堪 非常非常的被动 啊 当然这个徐再生啊 从2000年开始 就在七角角和邓家贵持股的 深圳医院为投资公司打工 到2013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跟七角角邓家贵 工作了13年了 啊 但是就算是老员工 也没有把身家性命 都给个老员工的 啊 是不是啊 那这一点啊 纽约时报怀疑的 也是有道理 另外大连万达不是说已经卖掉了吗 但是啊 纽约时报的记者又去查了 万达上市前的公司文件显示 持有大连万达股权的那家公司啊 就叫秦川大地 就叫秦川大地 秦川大地 手底下有三家公司 里边 包括万达 啊 但是在秦川大地2014年的年度报告里面 没有列出来任何投资 所以啊 就是七小小的公司的这个账啊 和大连万达上市的公告 对不上 对不上 所以啊 这个事情 确实最后等于啊 说难听点 把老大给卖了 把老大给卖了 那你想想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大连万达后来 没有被更多人抓住把柄 但是和你有关的人都被查了 你首先在公开场合 你已经说了啊 人家习家是你的股东 你还说他卖了啊 纽约时报查 说没卖啊 等等等等 那这些事情 你就投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对老大不利 所以 这个历史的巨大的隐患没有解决 你说像现在的证监会 他怎么拼你呢 人家心里也不知道 老大对你到底咋看呢 是不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谁会允许你轻易上市呢 那 这几年 从2014年到现在都十年过去了 无数人倾家荡产 无数人是家破人亡 这个 共产党里面是大官一旦失事 被抓以后 都是整个家族被灭 谁不心惊胆战 你看秦国伟外长 睡了个女子侍人 都把自己给睡没了 都人说他已经自杀了 那 谁不害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别人为什么非要拼你大连万达上市呢 更何况 你现在整个的经济形势确实不好 三条红线还摆在那 老大说了 房住不炒 老大也特别反感那种 靠过度的借贷 靠信贷维持的高增长 这个西方的 有毒的增长模式 老大打心眼也看不上 谁现在会逆风而上 去支持大连万达上市 我看影子也没有 影子也没有 不好弄 另外 当年大连万达上市 贾庆林 温家宝 王兆国 习近平 四大家族参与了 当年怎么处理的 在党内 仍然是个秘密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线条线的分析 比如说温家宝 是被整肃的最厉害的 根据相关方面的报道 最后温如松 温如春 他们家族 挣了这些钱 包括后来 广州的那家公司 上市 钱都吐出来了 温家宝的儿子 就找了个国企 又去打工去了 钱都吐出来了 但是也处理了 不是温家宝 在很多的媒体报道里面 大家都说了 他声称自己的儿子女儿 在什么大连万达 在广州的公司上市 他都不知道 红色赌盘里面也说 温家宝本人不知道 但是钱你得吐出来 而且周边的白手套 都被抓了 你看那个段伟红 不是被抓了吗 这里面怎么处理的 最后为什么又放出来了 大家也都不知道 也都不知道 这就更让党内一些 管这个事情的 相关部门和个人 不敢轻举妄动了 贾庆林为什么不动 那是很清楚的 贾是习主席的贵人 没有贾庆林当年在 这个福建 刻意的提拔 刻意的保护 习主席 连那个厦门社副市长 他都选不上 那哪还有后来的 几步登天 没有后来了就 所以贾庆林 那是戴了铁帽子王的 铁帽子王 谁都不会动他的 只要习主席在 贾庆林这个家族 是不会动的 那王兆国就更不用说了 王兆国早就是过去的 这个 前朝的重臣 王兆国最后 是一点脸皮都不要 是悍然 去漏钱 人家这几个人 什么贾族 贾庆林家族 温家宝 人家还像不像样的 掏了点钱 最后拿了万达的股份 又变现了 这个王兆国 他让他的外甥女 还是侄女 那个姓杨呢 杨家吧好像 拿着国家的贷款 直接去这个 大来万达那儿 去买了股票 最后就是 空手套白狼 一分钱本金都没出 最后从大来万达 挣了好几个亿 所以这些东西放在里头 一块看的话 他们四个家庭的价格 一共最后值12亿美金 这里面赚的最多的 就是王兆国 他们花了50万美金 后来涨了1000倍 价格是5亿美金 你说这个王兆国 这家伙 那真的是有趣 那个搞的是十分的不体面 悍然 这个上下其手 比起其他几个家族了 要差很多 那这种情况下 旧账未了 是个黑洞 谁都不知道当时怎么处理的 要再 你再亲手批大来万达上市 会不会 就跟后来老大查 这个证监会 谁批准了蚂蚁金服 谁批准了阿里巴巴上市一样 从头查到底 把证监会 好多人不都抓了吗 特别是管这个 上市资格审查的 不都抓了吗 老大不喜欢的人 你让他上市 你这不是对着干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 更没人敢支持大来万达上市 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整个的 我认为大来万达迟迟不能上市 政治原因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其中的核心 就是习对王及大来万达的态度 不明确 那我刚才讲的都是2014年 15年的事情了 如果是这些东西可参照的意义 没有这么大的话 这个我也认 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参照性 但我们看看近期的 20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没有开 那按照正常的时间 全会通常是在当年的10月 或者11月举行 你这都涮水底了 还没开 那就证明今年肯定不开了 而且以前会议召开的时间 一般会提前两到三个月公布 今年都比较反常 这反常的原因 就是不得不推迟 为什么压力这么大 不得不推迟 主要原因 我看这个蔡沈坤先生 在推特上发言 很有道理 党内的矛盾 已经激化到了一种程度 一开可能就要破局 一开可能就要吵得不可开交 或者至少弄个干干嘎嘎 下不了台 是完全可能的 比如说 如果召开的话 意见最集中 可能是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要检讨战兰外交的得失 中国的都外环境 为什么搞成今天这样一个德行 和欧美要不要恢复友好合作关系 继续扩大都外开放大门 止住资金外流的趋势 稳住就业 第二 房地产到底怎么办 原来的三条红线 要不要松绑 要不要允许地方 因地制宜 出台各种各样的房地产的 这个松绑的措施 要不要 这条是和大连万达他们 关系这么一切的 第三 也很关切 就是对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 要进一步的明确它的合法地位 取消歧视性政策 享受和央企国企同样的待遇 尽快恢复经济活力 提振股市的信心 这三条 都是非常要命的事情 尤其是第二第三条 直接涉及到民营资本在法律中的地位 以及房地产 要不要松绑 其实最重要的 我认为是第三条 就是个法律地位问题 其实也不用对民营企业家 个别的照顾 出台什么优惠措施 一概不用 不用优惠 也不用额外看待 你就把它当成个正常企业家 受法律保护 就足够了 但这一点 貌似是一个梦想 做不到 那在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 习近平 你说习主席开这个会 怎么开 那 上边都犹豫不定的情况下 三中全会没开 底下这些人 就大连万达上市 再大的事都是小事 没人顾得上 更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候 出这个风头 说最后好吗 这个 还没开呢 结果大连万达上市了 上市大家就认为 国家要对房地产要放开了 民营企业 扬眉吐气了 等等等等 是老大是这个意思吗 老大很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老大就是要 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并重 就是要让这些借贷起来的企业 让他死悄悄 你看这不 这个恒大都死悄悄了吗 为啥你不救恒大 要救万达呀 这些都是留下的定时炸弹 所以习啊 我认为也没有功夫 更没有心情 管万达这个烂事 只要习不松口 底下这些人啊 就不敢乱动 所以事情啊 就发展到了一个这样的程度 只要习不发话 我看大连万达 还是死悄悄的可能性啊 比较的大 比较的大 当然现在不只是三中全会的问题 这不是二十届吗 那很可能有人会拿出十八届三中全会 当时的决议来说事 因为你总要总结以前嘛 那以前的决议落实的咋样啊 现在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 跟现在的路子 都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相反的 当年习近平上位以后 担任了中央全面深吓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 深化了没 改革了没 改成什么样了 当年的14年的 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一些口号 提的啥呢 全面深化改革 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支持非公有制经济 健康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 让市场决定价格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市场占主导地位 政府要做好补位的工作 政府是补位 请问现在政府还是补位吗 政府是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 党要领导一切 所以 过去的十年来的发展 彻底推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 所有的决议 所有的决议 那 你不总结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你怎么能开好二十届三中全会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 更不用说当年三中全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还提出 宪法 一切政党 一切人 一切企业 一切团体 都要遵纪守法 要在宪法的范围内工作 现在是成什么了 现在成了这个 卧交部 华春姑不是说了吗 不要拿宪法做挡箭牌 你看宪法 你要拿宪法 为你利益 保护利益来 说事的话 马上就会遭到打击 别人认为你想搞事 你看 宪法成了个搞事的工具了 那 所有这一切 都和十年前的初衷啊 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搞的这个 二十届三中全会 就更不敢开 总而言之吧 今天讲讲这一期呢 讲讲大来万达 不能上市的 政治的原因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您 谈谈您 对三中全会 如果开的话 会堪称什么样 谈谈您的看法 也更欢迎您留言 谈谈您具体的生活 和企业运营的 大环境小环境 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里面 所遇到的挑战 根据您的这个留言啊 咱们也会对节目的一些内容啊 做一些调整 甚至直接分享 你留言的精彩部分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